消费券按不同支付工具 有不同的分法方式和使用的限期 政府说是希望配合到不同市民的需要 市民收到消费券会怎样用? 第一时间先喝茶 都是买茶买油盐那些 超市那些 我想都是买一个电子产品 可能那些MP3那些 选择怎样消费之前 需要先四选一 选一种支付工具收取消费券 支付宝香港 WeChat PayHK 或者拍住相 会分两期收到消费券 第一期先收2000元 两个月之后收3000元 第一期未用完可以留到第二期 最多加上可以5000元一次过洗 当局应用适合较大额的消费 不过只限5个月内使用 至于想细水长流慢慢洗 可以选择用八达通 但分三期收到消费血 先收2000元 两个月之后可以再到便利店 超市或者交通补贴领取机 再领2000元 不过要留意最高的储值额 只得3000元 这4000元七个月内要用完 隔一个月之后才可以领取剩下的1000元 当局说两种安排可以配合不同市民所需 有些人希望可以正如你所说 有些人希望可以正如你所说 短些时间里面搭齐个人买 买件大些的东西 但在我预算案之后的咨询里面 也有不少人跟我说 司长 要限时限刻洗钱 会不会担心市民洗不清5000元 中间有圣诞节 有过年 还有我们会有短讯通知他 如果他没洗完 我们会适当时有短讯通知他 消费券禁止用在境外网上商户消费 但未有限制经本地网上零售店 出售海外产品 我们不是分他去买那个物品 或者服务 是不是一个外国还是本地的物品 因为譬如你在香港的本地实体店 你进去都会有很多外国货品 我们最重要是那个本地商店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